超键盘输入关键字创意私房 但一点进去 立刻出现在眼前的是网狱遭停止解析几个字 网站已经无法使用 卫福部已经发文给数位发展部 由数位发展部对于创意私房这个网站 进行停止解析 也就是说台湾民众 现在已经连不上创意私房这个网站 不过外界就质疑 对于这样的犯罪网站 政府封锁网狱的速度太慢 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也还原当时的 处理状况 应该是下午6点30分 收到卫福部相关的这个公文 31分就执行了 唐凤言下之一已述发布 收到卫福部通知 当下是立刻进行后面程序 没有拖拖拉拉执行力不够的问题 不过早在4月3号就传出 黄子焦的硬碟里有未成年的性影像 卫福部次长李立芬回应 当下其实都有按照相关的程序来处理 不过这创意私房称为台版N号房 是跟偷拍集团来合作 可以付费请人拍摄不雅影片 现在传出创意私房主机架设在美国 主前疑似藏身在香港 自然专家分析这种机房在国外的网站追查起来 比国内网站困难 需要厘清相关的IP位置 士林地检署指挥了刑事局调查 专家也说不排除要用到电信警察 甚至国际刑警来帮忙 将会调阅网路还有涉案者资料分析比对 希望能够查出更多真相 TVBS新闻罗世彭黄凯进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